那你怎么看这一次 大家算是白纸 白纸革命 但实际上就是 你不进行这件事情 他也会放开的 因为有人位置坐稳了 什么意思 位置坐稳了 原本大家觉得位置坐稳了 应该就会慢慢开放 没想到好像还是继续关 原本 其实那天其实已经放开了 就上面的指示是放开了 但下面没有办法 因为上面其实做了一个比较的 怎么说 因为上面出来说 我还是坚持清理 没有 上面说的是可以就慢慢放开 就是他已经不去封那些 说要放开党的言论了 这其实是一个信号 就是说我们要慢慢转向了 然后他不管了之后 那为什么那段时间还是封那么严 因为下面的人不敢放 因为没有很直接的 他说了 但是下面没有不敢放 为什么 你下面出了问题 你下面负责 因为上面说是上面说 可是出事 对 出面还是负责 所以中国有个词叫层层加码 就是从上面可能很松 然后加到后面就不行了 就变风传了 对 这个事情其实很好理解 中国所有事情都是可以用层层加码 这个东西来理解 比如说他对什么东西的管制 他对什么东西的审查也是 其实可能那个值很低 审查那个值很低 但下面的人不敢 下面的人如果 每个人都揣摩上意 对 揣一层 一层一层 然后最后就特别高 对 就你就一个正常的人会去 就像乌龙传奇那个诗 会去关那个逃生门吗 会去把那个地方锁起来 对 没有必要 对 但实际上河南也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 对 中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对 把人家锁起来 对 对 门焊死 这种都有 对很有 然后包括很多地方都是 在野门上贴封条 这种事情都是有的 那其实你说这个东西 是中央的指示吗 中央不可能这么精细的 做出这么准确的指令 那就是下面自己想 上面是怎么想的 然后最下面的人 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 要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底下人也怕追责 那所以中国这样的制度 就造成了这样一个 必然的结果 那这一次很多人上街 或者是开始站出来 示威抗议 你自己在海外 你有吓到有人愿意站出来吗 我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对 但我又很难过 我怕就是最后一次 为什么这样 我跟凯莉看法 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他在国内做 因为我不管 他在国内到底做多少东西 他没有对国内的进行 特别严重的镇压 对不对 那么他以后 那么对于关键词的审查 对于这些事情的修改 会不会更加严重 还能再更严 体制内看的 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 这件事会不会是一个活种 让大家放在心里 而且另一个方面就是 其实这样也是一种 在认知上面会觉得 会让很多小粉红觉得 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 他们觉得是我们很聪明 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 是不对的 我们有自己的判断 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可是那时候站出来抗议的 也有小粉红吗 对 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关起来了 所以他们会不出来抗议 但我并不觉得 不清零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我不觉得不清零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清零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 可是全世界都共存 说中国自己清零 这样怎么接轨 就是他应该慢慢放开 就是他应该打疫苗 他应该给所有人 各种各样的 打对的疫苗 对他应该 中国疫苗 就是垃圾 没有办法 你看现在中国 没有人谈疫苗的事情 当时就拒清零 没有人认为谈疫苗 因为他知道疫苗没有用 然后他后来就是 有一整段时间的时候 就是没有任何人谈疫苗 也没有任何研发 他就全部清零 那么中国肯定是要放开的 那他没有做这个准备 这是我认为中国政府 做的不对的地方 因为他们就 现在就是突然开了 对他没有做任何准备 但是我觉得 一开始的清零是正确的 因为台湾人 可能无法想象 中国人的医疗政策 是什么样 中国人真正面对的医疗 是什么样 就可能有的小地方的诊所 他连感冒都看不好 他给你开中药 开完中药以后 你好不了 那你怎么办 开中药 对啊 他就好不了啊 然后你就去别的地方去 你就去别的地方看 你就不是感冒 你就是另外一个病 你相信谁 你再去个地方 又是别的地方 那最底下的人的医疗水平 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 那这些人 如果冠上了怎么办 那中国人又怕死 他一定会去挤大医院 那大医院怎么办 就一定是崩溃 对 那现在已经 我看到数据好像说 中国的那个紧急医疗 是亚洲里面算是 前几滴的吧 人还是太多了 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医院 就是开始 轻病人了 就准备要迎接 就是希望一些病人 就你先 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严重 你先回家 那这些紧急的 怎么办 那些手术的 就是肯定会有人死 就是这是一个 非常难的选择 但他没有做好准备 这是他唯一的错 我觉得一开始的清零是正确的 这还蛮蠢的 我们 我突然觉得说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说 民进党说 有时间好好的那个 处理准备 不管是 快筛 或是共存 对 还有准备快筛 怎么没有先准备好之类的 这个听起来 中国 就是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天会来 然后到现在都 都还不准备 因为他们是连疫苗 都还没打好 对啊 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 大部分人都没有打 不管是什么疫苗 打了他们的疫苗 那没有用 打了没有用的疫苗 相对没有用 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 就是因为 因为我有个 我的学生 有个学生 从国内过来 然后他 想去打疫苗 然后打了疫苗的时候 然后 然后那个日本人 就跟他说 你前两次不正 你要从第一阵开始打 日本人直接这样说 日本人好直接哦 哇 那你这样有教学生 你会慢慢跟他们说 说哎 你你试着不要读简宗的东西 这样子 你日文会进步的比较快 跟我关系好的人 我可能会说 但大部分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还是会防范一些 中国来的 还是小心一点 对 如果他自己觉得 他不好的话 就有可能会跟我讨论 这些东西 那我可能会讨论 但如果 他就完全就是那种 思维方式里面出来的话 那就其实很难进行讨论 任何问题 那你在这边 你说你都不太教 其他中国朋友了 对 那你这些思想上的这些 比较奔放的一些ideas 或想讨论的话 你怎么办 你在网路上有地方去吗 其实有时候会跟 日本人讨论一些东西 然后就直接跟日本人 对 也有事跟我以前 那帮反贼朋友 你说跑到美国那些 对对对 因为你说那些反贼朋友 先跑到美国 可是然后你就变粉红了嘛 那他们跑到海外的时候 他们有变粉红吗 还是他们就继续当反贼 他们很爽啊 他们就继续当反贼 所以他们不像你有一个 他们中间有指控你过吗 对他们看到你的 对他们有没有批斗你 对有有 我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们说这是政府要想的 我们只说只是错误就行 他们很宽容 你知道有错的是体制 不是你 因为怎么说我在 跟我一样的朋友比较多 然后大家都比较 可能说生活比较富裕 就怎么讲 不是人间疾苦 他们不太知道 普通的人过得怎么样 我也是后来开始当老师 然后知道 出国的人里面有很多很穷的人 可能是家里带了款 甚至带了款 让他过来上学的人 然后就开始知道 他们眼里的世界 跟我眼里的世界 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 这个国家 有很多地方 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那种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 好像他们这些政策 好像有一点对的地方 这种感觉 那你自己接触很多 就又再比你年轻一辈的中国人 你觉得他们在那个课纲改了以后 是真的会变得更小粉红吗 我觉得 更难觉醒 我觉得是 他们看了东西 能看到的东西太少 他们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 他们就不会去想这些东西 他们就只会觉得 这个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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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包括很多对台湾的那种 敌意吧 对像仇恨也好 敌意也好 仇恨哦 哇有到仇恨那个等级了 有啊 就国内有的网上会有 把台湾人都杀光 反正我们要导 留导不留人这样的 对我以为那是 就是网路上的某些极端言录 其实真人也是有 其实真的会有这样非常极端的人 就是小地方的人 因为他们觉得国家 他们自己过得非常不好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国家强大 有时候自己强大了一种体现 嗯 这样讲可以理解啊 完全可以理解 对啊 就是操作那个国族主义嘛 对啊 有 就转移他们注意力嘛 对有很多中国人都会这么想 哦